我可文件了 好 咱们赶紧他看一看这个基督权有关的故事 云南自古就是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的陆路通道 有二十多条出境公路 随着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 原本安宁的边陲社会环境越来越复杂 各种犯罪活动也频繁发生 尤其是贩毒活动十分猖獗 由于中国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毒贩也开始改变传统的贩毒方式 藏毒的形式变得多样 手段也更加隐蔽 正因为这样 击毒犬的作用在击毒工作中就变得更加重要 这是发生在云南省林仓市的一起特大贩毒案 2006年6月3日凌晨 云南省林仓市警方携带两头基督犬 在中缅边境一带秘密敦守 根据情报 这一天将有毒贩经过此地 约摸四点左右 一辆形迹可疑的摩托车缓缓驶来 急查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拦下进行盘查 正在这时 一辆小轿车尾随而至 并在不远处突然停了下来 这种异常的举动 马上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经过盘问 民警发现前面的摩托车与轿车自有某种关联 便果断决定使用击毒犬对汽车内部进行搜查 突然 基督犬似乎发现了什么 随着一声令下 民警迅速对几名犯罪嫌疑人实时抓捕 在公安人员和基督犬的威慑下 三名犯罪嫌疑人束手就擒 很快 基督犬从车上叼出一只背包 经查 包内藏有冰毒重7420克 这起特大毒品走私案宣告破获 这里远离主干道 因此成为境外少数贩毒者 铤而走险的一条重要通道 他们往往随身携带毒品 乘坐长途客车 或者直接驾车通过这里 然后将毒品运到昆明 基督犬警的工作便是在这里设卡 对所有过往的车辆及可疑行人 进行严格盘查 这里是林仓通过昆明的最后一道关卡 担负着守卫昆明阻击毒贩的重任 傍晚 车流量突然加大 大量旅客滞留在这里 给机查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此时 云县缉毒大队闻讯后 也派人前来增援 晚上九点三十分 昆明犬黑豹 在检查一辆汽车的行李箱时 突然对一件包裹表现得异常兴奋 好 行 走 好 走 好 好 走 好 好 好 走 好 好 好 走 好 好 几个扑咬之后 一一口叼住 拖到车外 黄岳迅速上前检查 但是打开后却发现 里面不过是两件衣服 并没有毒品 难道又是基督犬判断错误 为慎重起见 黄岳迅速调来其他几只基督犬 对这件包裹进行反复检查 结果所有的基督犬 闻到这件包裹后 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应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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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两件衣服里面 一定大有文章 谁的衣服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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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行 警方随即 对车上的乘客排查 寻找包裹的主人 衣服是谁的 经过反复寻分 结果是无人认领 那么这两件衣服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有海洛因的味道 酷 爽 溶着呢 溶着衣服 一点的海洛因 就是啊 经过鉴定 在这两件衣服上 融有大量海洛因 初步测定 重量达到2000克 以起极为罕见的藏夺案 宣告破获 我也得养一支工作权 您也想做点公益事业 不是 那您是想 代替人的劳动 代替谁的劳动 你比如说吧 什么让他取个报纸 送个信 往里面以后呢 这个叫个人呢 完了 尤其是等人 我过来等 我让他在文货等 替您工作是吗 那可不是吗 没准您这想法还真行 因为我忽然想起啊 好像在日本有一家餐厅 他们就让两只猴子 来当这个服务员 训练他们什么 端茶倒水 收银 最后全学会了 据说特别受这个顾客的欢迎 那我觉得考虑还不全面 那要是您 我要是开餐馆 我就用狗来帮我服务 都用什么狗 门口呢 让他趴两只警犬 开门 开门 对不对 完了以后呢 我让导盲犬的让座 领座 领座 这也行 对吧 完了以后让基督犬的端菜 端菜 那他吃奶有问题 不能吃 他就不让吃了 对对对 所以保证这个顾客的安全 最后呢 我让那搜救犬呢 收钱 不是您怎么把这么重要的工作 收钱这个单单交给 那个搜救犬是什么意思 你可不知道 搜救犬的鼻子淋着呢 他钱包在哪 都得搁着 完了以后一共带多少钱 他都能一清二楚 您就别开玩笑了 行了 刚才咱们看的是大陆的情况 咱接下来是不是了解了解 台湾方面的情况 好 请导播呢 把信号切到台湾 请咱们外景的主持人 一轩给咱们介绍一下 来看看 当人类呢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最后往往守在自己身边的呢 都会是自己的宠物 也就是狗狗 那当然啦 我们常常也在新闻上 有看到啊 在一些救灾的行动里头呢 有搜救犬来这边帮忙 就是靠着他们敏锐的嗅觉 还有反应去帮忙在灾害当中 找出生还者 当然要成为这些非常优秀的搜救犬 一定要经过很多的准备跟训练咯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咯 一大早 Tiger就跟着小队长巡逻狗宿舍 别以为他在逛大街 四周的狗狗全都在狂吠 可能是在大喊掌欢好 因为Tiger的阶级是两线三星 等同于消防局大队长 就是这个在瓦砾堆中 寻找生机的好本领 让Tiger在去年恒传大地震的时候 抢救出生还者 也成为搜救犬 在灾难现场找到生还者的首例 立下大功的他 昨天正式受接 当然基本上要对他尊重 在功德上就给他尊重了 然后阶级上当然也要给他尊重 受接后的Tiger 位阶一要为两线三星 比负责训练他的小队长 陈光明一线四星的阶级还高 因此常常被同事戏称 是上级的指导员 不过目前Tiger还没有薪资 也没有福利 所以暂时还是必须和其他的搜救犬一样 就在这个屋顶有个大破洞的简陋宿舍 好的 现在为大家访问到在我身旁呢 就是我们台北市消防局搜救队的控犬员 一起来欢迎林鸿林先生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还有你的好伙伴对不对 对 贝利 他叫什么名字 贝利 贝利 对 这次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搜救犬 我们刚刚讲到你是搜救队的嘛 对不对 到底你跟贝利的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配合跟互动 就平时的话就是会带他去训练啊 然后做假日的时候也是会做一些平常狗会做的事情啊 社会化的一些活动 你说跟人 对的互动 对对对 那当然有勤务的时候就是带他出勤 出勤 所以他只对你是不是这样子 主要就是训练他那个出勤是以我为主 那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放假 那会教友同仁就带他出勤这样子 原来如此 可是因为对于搜救犬呢 其实我们就稍微比较不了解一点点 就是搜救犬是不是什么样子的狗品种 都可以成为搜救犬呢 狗的品种基本上是都可以啦 那当然就是说在我们挑选他当搜救犬之前 会做一些那个评估 他有一些评浪表 然后针对他的一些体能状况啦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害怕一些东西 在训练上的时候会不会占了训练的时间太多 那当然基本上拉不拉多犬跟德国狼犬 这是蛮优秀的品种 我们会优先作为考虑这样子 拉不拉多跟德国狼犬 德国狼犬 那黄金叶犬也是有人训练 对 那到底成为搜救犬 应该也是很辛苦的意思 你知道怎么样去锻炼他 比如说他到底怎么能够就是比如说在一些灾害灾难当中 把一些生还者或者是遗体找到呢 他训练的原理是依照人 人体会散发一些气味 那人在受困就是在建筑物倒塌的时候 会有一些跟平常人不一样的一些气味 真的喔 对是从灾害现场会散发出来 那这是处于气味的一些原理 对对对 像在那些灾害的状况当中啊 如果杯里能够找到生还者或者他要找的东西的话 他有什么指示会让你们知道 他就是对着那个生还者的那个地点 那个应该是说 生还者气味最重的地方做废教 因为你倒塌的那个地方 也许他那时候汽油会带动到其他有缝隙的地方上来 那当然是会对就是对气味重的地方废教 他就会停在那边一直叫 对对对 那我们人要去判别说 这个下面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再去做开挖的动作 现在在台北市的闹市区里 正在上演一场搜救犬表演秀 他做得非常好不要忘了给他掌声鼓励喔 3 2 3 3 3 来 现在小饼干做的是整袋的动作 下一个我们要做的表演是 这个项目叫鼓鼓前进 鼓鼓前进 小朋友能给收救权掌声鼓励好不好 他们好棒 我们第二个表演项目叫做指挥语控制 再来到右边 好 小朋友特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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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掌声鼓励 给 Bailey掌声鼓励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四角 看 穩定度 各位他们真的好扶手 兩掌声鼓励 好厉害 小朋友特别加油 各位市民朋友 真的是很难得看得到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去年不是只是在家里好玩 不一样 他们的市民最好还要去搜救 很多的救难的动作 那再讲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再退后一点 我们放出一点点空间 你在看的同时也要注意到 我们后面的朋友没有看 他们有一种热忱喔 对…你看 我们也不知道他几个人 他也从目前开始前进 其实他的鼻子是相当 凌链度相当高的 狗的鼻子比人的鼻子 靈敏很多 600倍 600倍 好 狗的鼻子这么厉害 比人的鼻子靈敏600倍 好… 他很仔细 一个一个去闻 对… 他要切勒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有时候那个桶子 哪一个都有味道 因为平时都躲了很多 很厚 所以我像强哥可以在桶子里 保存三个页左右 我就比较厉害了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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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掌声鼻子 鼻子鼻子好不好 太厉害太厉害 不畏艰险 就死不伤 充满活力和爱心 在一起 谢谢 啊 太厉害了 很高兴